原标题 两颗原子弹都没有弄死它 命最硬的日本人舍它其谁 原子弹爆炸后有个死亡区域 原子弹爆炸的正上方 正下方或爆炸点半径三公里之内的爆心投影点 一般来说 处于这个死亡区域的人必死无疑 但是有一个史上命最硬的日本人 被原子弹炸了两次 而且两次都在爆心三公里内 却奇迹般幸存 活到了94岁 山口强强同强 是一个被认定为 遭遇过两次原子弹爆炸袭击的幸存者 也就是日本人称真的二重被爆者 山口强1916年出生于长崎 二战时担任三陵中工长崎造船所的建装设计师 当时29岁 1945年8月6日 山口强出差到广岛造船所 当天早上 美军B29轰炸机 投下了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 14万人死亡 很多人就算当时幸存 也因遭到严重辐射 而几个月后死亡 据山口强自数 当时他正在上班途中 距离报新约三公里的一个电车站 爆炸后 他的左骨磨破了 左上半身被严重烧伤 第二天 山口强搭乘救援列车 回到长崎的家中 被安排进公司的附属医院治疗 8月9日那天上午 山口强回到公司 向上司报告王岛的情况 但上司根本不相信 说一枚炸弹 怎么能摧毁广岛这样的大城市 山口强回一说 上司的话刚一说完 窗外啪的一声 爆炸了 美军向长崎投下的第二枚原子弹胖子 炸死了长崎七万人 长崎造船所位于报新三公里之内 建筑物被炸毁 山口强被震飞 全身受伤 但再次活了下来 被送到城外的医院救治 过了几天 为了寻找家人 山口强再次进入室内的废墟 遭受到强烈的核腐射 就此患上了核爆炸的后遗症 癌症 战后 山口强做过驻日美军的翻译 做过英语老师 后来回到三明重工当设计师 一直到退休 他同样在核爆中幸存的儿子和妻子 因为受到了严重辐射 都早早死于癌症 山口强虽然一直受到癌症困扰 却活到了2010年1月4日病逝 享年94岁 2006年7月 当时90岁高龄的山口强 主演了纪录片 二红被爆 引起了极大反响 他受联合国邀请前往发表演讲 我是为了说话才活着的 想在死前把话说完 虽然说有二就有三 但是我不想再经历第三次原子弹爆炸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